昨天上海时装周第二天 各个品牌的秀一场一场地进行着 而最亮眼的明星请看李翔翔 昨天李翔翔出现在如火如荼的上海时装周后台 还现场秀了一下他苦练好几天的T台Pose 太可爱了 就觉得如何 哪个分哪个分 有90了 90了很高 我又有副业了 那这十分 我先说好的地方吧 你觉得他在你眼中这个Supermodel走过来 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你一下对不对 他是不是又有眼神 害羞 我非常害羞 没办法跟他对视 果然是舞台上的放电王 把设计师都惦得不知如何招架了 那他苦练的走秀 难不成是要改行做模特吗 今天是 其实不是以一个歌手的身份来这里 是以一个model上 我待会要在T台上面走秀 就是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唱歌 也没有 就是一个proximal 果然在之后的秀场上 李翔翔完美地演绎了他的T台首秀 不仅形象健康帅气凌人 在走台时也是稳重而矫健 完全看不出来是他的首次登台 而这次品牌也专门为他 着身定制了一套非常别致的编织西服 像那个李翔翔身上穿的那件西装的话 其实蛮特别的 其实它是那个皮编织的 如果仔细看的话它是一条一条皮穿过去的 有手工的 对对对对对对的 所以这一件衣服相当有些可能大牌的一些包包的这样制作工艺 对对对对对 它就是我们先把皮编织好之后 然后再把那个衣服的绑形放上去 然后剪裁之后 然后再把它组装在一起 你知道这件衣服编织了多久吗 我前两天然后过去试装 我看到这个袖口啊 还是正在还没有完 还不是成品 我觉得哇这件太酷了 然后会有这种袖口啊 都会冒出来 手工的 手工的 纯手 这件衣服大概用多钱 这个啊具体要一两天吧 我觉得应该是 那你要到16年17年才开始穿这件衣服的 除了这么特别的手工定制 李翔翔对这次梯台造型搭配的单品也特别欣赏 它会有一些设计感在里边 如果你适当的搭配会很不一样的效果 包括它这个鞋 刚刚我看设计说 一双普通的皮鞋 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给它穿好 然后如果搭个白色的 像我就会喜欢简单的白色 像设计师他就会喜欢迷彩的 对 这等于是 等于是你买一双皮鞋 你如果 我觉得可以再单买这个 买几个这个 是可以吗 是可以的 对 我觉得可以多单买几个这个 哇天天换不一样的新鞋 看来找李翔翔来秀场当模特 真的很划算 除了刻苦的练习台步 敬业的完成模特工作 也丝毫不争抢设计师和品牌的风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